江家为什么能在干修所称王称霸 难道真的就只靠江德福一个人吗 显然不是 就算没有离休 江德福的级别在干修所中也不是最高的 干修所是团级以上才能入主的 也就是说 能住干修所的最起码都是副师级的高官 所以江德福一个正师级 在其中并不出彩 顶多算中游 至于老丁妥妥的垫底 但他的孩子们却格外争气 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 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对呀 他重回海岛时 有专门的船舰接送 打靶更是随便打 要知道当年江德福为了让大儿子提早适应枪械 带着儿子去打靶 以司令之尊还被当众检讨 而现在到了小黑山岛还有专门的人接待 这一切难道是因为江德福王振彪 以及老丁过气的身份吗 自然不是 他们手中已经没有权力调动船舰 也没有权力安排连级的军官负责接待 这一切的权力来源 皆是因为江德福的女婿孟天柱 他喊我什么 你老王 老王也是他孩子 也看王振彪这么嚣张 他的儿子就算是北大毕业的大学教授 但却没有能力给他安排重回海岛的福利 这就是他为什么非要棒上江家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雅宁嫁给孟天柱 如果不是孟天柱继承了江德福在海岛上的一切资源 江家的实力绝对会大打折扣 这一方面说明强强连姻的好处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子嗣争气的重要性 若是江家只有一个江德福在努力 不管江德福到达什么样的高度 三代之后必定会家道中落 所以子女争气也很重要 孟天柱跟雅宁谈恋爱 除了爱情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雅宁的身份 有位司令岳父 资源方面自然不愁 齐厅长为什么这么牛 就是因为前期有他的岳父铺路 江德福最出彩的不是他司令身份 而是他的人脉资源 侄女安逸去部队总医院参军学医 外甥女安诺去广州当兵 甚至就连中苏前线最紧张的时候 他都能把儿子安排到珍宝岛当兵 一个吉北一个吉南 甚至部队医院也有战友 江德福的人脉资源 可谓是恐怖如斯 这份本事老丁绝对做不到 因为他的级别不够 江德福虽然嘴里嚷嚷着 他不是国防部长 没那个权力 但真操作起来 他的能量不比国防部长小多少 因为他的圈子很庞大 孟天柱踏着岳父的资源 自然能一飞冲天 但孟天柱跟其厅长不一样 他跟雅宁的感情很好 对岳父江德福也相当尊重 江德福的话 他基本上不敢反驳 就连王振彪 也刻意向着孟天柱说话 想要博得一丝好感 但却并没有他说话的机会 因为这里是江德福的主场 最后一集的时候 孟天柱已经达到了负军级 按他的年龄来看 还有再度晋升的机会 再加上江卫国作为作战单位 摩布里旅长的身份 也并不是他的尽头 所以江家骑马在望三代 也没什么问题